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是 淋漓的饥渴跟神的话 我们就看到说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心灵的食物 我们要有一个饥渴的心 当我们饿的时候食物就很香甜 饿的时候不管什么都好吃 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饥渴 常常渴慕神的道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六课 门徒与领袖 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来跟从祂 跟从祂的就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 大家知道耶稣的门徒 祂的使徒有几个 有十二个使徒 跟从祂的有十二个使徒 后来这个十二个使徒 在耶稣升天了以后都变成什么 都变成领袖 所以耶稣带门徒呢 其实不是让他们永远只做门徒 耶稣带门徒是让他们都能够成为属灵的领袖 也能够去带门徒 所以耶稣的门徒呢 就是跟从祂的 而且呢也带其他的人来跟从耶稣 我再讲一次 耶稣的门徒就是跟从耶稣的 并且带其他的人来跟从耶稣 所以所有的门徒自己不仅要跟从耶稣 而且呢也要去带人跟从耶稣 所以我们做门徒里面一个重要的一环 就是要去带门徒 神在陪我们 我们领受了很多 如果我们不给出去 不传下去 是不是很可惜啊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呢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领受的也传下去 我们跟随神也带人来跟随主 所以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哦 门徒与领袖 这两者呢 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而且是不能够分开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第一节经文 那预备 七 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立位 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那就贴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这个立位呢 后来就是写了马太福音的一个使徒 他原来是这个做税吏的 在收税的 是当时犹太人认为他是这个 所谓的不是汉奸 叫犹奸 就是他们大家都很瞧不起的 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为财势利的 但是呢 跟从了耶稣 耶稣呼召他 他就贴下所有的 他有很多很多钱 那他愿意贴下所有的 就跟从了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跟从耶稣的 他们看到 耶稣是比任何其他的东西 更加的重要 更加的宝贵 所以他愿意贴下所有的 来跟从耶稣 今天我特别要为这个 元旺哥感谢主 那元旺哥呢 其实说实在话 很多人都会害怕疫情 但是元旺哥呢 丝毫不回所动 当然我们在座 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不代价 但是我看到 元旺哥的 他能够坚持 这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 OK好 那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那我们看到他说 其实这个经文 前半段就是这一刻的主题经文 若有人要跟从我 这耶稣说 你们要跟从我的话 就当舍己 那这个话呢 也是跟对你说的 如果你要跟从耶稣呢 就要舍己 还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这个是耶稣 在他已经要上十字架了 那个时候在最后的关头 那他的使徒应该怎么样呢 这十二个使徒应该怎么样呢 其实他就挑战这十二个使徒 要跟从耶稣 跟到底 即便耶稣上十字架 这些使徒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也有生命危险 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 我要上十字架 你也要跟我 跟到底 即便要遇到苦难 跟生命的危险 所以呢 这地方的舍己是什么意思呢 舍己不是说 你说自己也很烂啊 自己没有价值啊 自己没有用 这不叫舍己 这个是叫做 这个自我否定带来的自我毁灭 这个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 舍己 真正的舍己呢 是一种谦虚 谦卑 就是你愿意摆下你自己 你愿意摆下你自己 当你很不想要 比如说你很不想要去聚会 你觉得好累好累 你觉得聚会 这个异性阑珊不想去 但是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 你知道圣经讲说不要停止聚会 那你选择摆下你的百般不愿 然后你去顺服神 这叫做舍己 OK 这也是真正的谦卑 所以我们在跟从耶稣的时候 耶稣是我们的主 我们愿意来顺服他 那我们跟从他 因为知道这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很多人讲说哇 要遵照神的这个道路而行啊 那就觉得很不喜欢 可是后来呢 等到你发现 如果你不走正路的话 你反而会走冤枉路 你会浪费你的生命 就好像如果你摆着这个高速公路不走 然后呢 你就是到处乱跑 到处乱跑 不跟着GPS那个导航 结果呢 你都一大圈 后来呢 还是要回到这条路 所以其实呢 我们快赶快舍己跟从神 就不会浪费了 OK 背起十字架 十字架代表什么呢 十字架代表什么 十字架代表什么 在这里方耶稣他讲的十字架代表什么 其实十字架是怎么样 很重的 十字架代表的是苦难 也就是说你要跟从神 你要付代价 你要有 你会受苦的 你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 我们要受苦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我们知道 其实中国人的智慧 就是说什么 受苦当什么 吃补 所以事实上 我们在神 跟从神里面 有时候要受苦 比如说 有时候 有些人他早上要起来读经祷告 哇 他觉得 对 这个床很暖和 很舒服 起不了床 那要起床 要起来 亲近神 对他来讲 其实是受苦 然后呢 要出去 跟人家传福音 像这个 雨林 要在校园里面 跟人家传福音 他觉得 传福音好难 好难 怎么办 人家会拒绝 不好意思 被人家拒绝 但是呢 当他愿意说 我愿意背 我愿意背十字架 我愿意付出一点代价 结果呢 哇 他会发现 当他跨出那一步的时候 愿意突破自己的自尊心 或者是有可能被拒绝 结果呢 他看到 他的朋友 就是少奇 能够得到新生的喜悦 所以其实 我们 当我们愿意 吃点苦 付点代价的时候 就是十字架 跟从主呢 这是我们要付代价的 OK 好 第三个经文 一起来念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呢 这地方是保罗 他对 这个教会所说的话 保罗呢 他是一个牧师 然后对这个教会讲说 你们都要学我 就跟我学耶稣一样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看到有三代 第一代是耶稣 第二代是保罗 第三代是哥林多教会 所以保罗跟耶稣 然后呢 哥林多教会 跟着保罗 一起来跟耶稣 所以呢 我们其实 我们固然都是跟从耶稣 但是呢 耶稣也会 设在你的身旁 预备保罗 就是神透过 教会的人 来带你 作为门徒 来带你 来陪你 跟从耶稣 所以我们跟从耶稣 从来不是只有你 个人的事情 而是 神会透过 其他的人 来带你 跟从耶稣 或者是陪你 跟从耶稣 或者是 你要带人 跟着你来 跟从耶稣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一页 四十五页 这下面一句话 门徒是主耶稣的 跟随者 也是主的学生 跟随者 就是耶稣做什么 你跟着他做 学生呢 就是他教你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也要把他学下来 所以 这个是 这个门徒的 门徒的一个定义 是 主耶稣的跟随者 也是主的学生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 这是大使命 带门徒 什么是大使命呢 耶稣在离开 他的门徒 离开世界的时候呢 他给他的门徒呢 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叫他们 使万民 使所有的人呢 所有的这个 各邦各国的人 能够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一题 耶稣不教他的门徒 去做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 那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且呢 我们有一些新朋友 我们很高兴 有这么多新朋友 所以呢 我今天我们就 不一个一个的读 那我会把 这个答案简单的 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 把它填上去 耶稣呼召的门徒 去做什么呢 就是要让他们去 带门徒 要他的门徒 也去带门徒 或者呢 更完整一点 就是让他们 使万民 做主门徒 使万民 做主门徒 好 那这就是 大使命了 所以每一个 跟从耶稣的人 都要去做的 一件事情 就是带门徒了 这个没有例外 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那我们来看 第二题 根据耶稣的教导 当新的信徒 受洗之后 我们应当为他 做些什么呢 就是 在 马太福音第28章 大使命 他就讲说 凡耶稣 所教导的 都教训 他们遵守 就是耶稣 所教训 所征服他们的 都要教训他们 去遵守 也就是呢 当然 比如说 现在 像雨林 带了少奇 信耶稣 接下来呢 是要做什么呢 少奇就是 开始就要 接受洗礼 然后归入 耶稣的名下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少奇呢 他可能就 我们会请 假设 就是少奇 少奇少奇 好兄弟 那可能少奇呢 就会带少奇 一起的来 认识神 认识耶稣 所以呢 所以少奇呢 他受洗了 然后就开始 来 这个接受少奇 来带他 那少奇就把 他所知道 耶稣 教他的事情呢 也传给 少宣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 大使命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大使命就是这样子 那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 比三题 福音的传播 结下了什么样的果子呢 史福行传第六章第七节 那讲到的是一个 最 两千年前 教会的情况 那两千年最早的 教会的情况 就是 他们传了福音之后呢 他们的 门徒的树木 就倍增了 门徒的树木 就倍增了 而且呢 他们就 很多人呢 就信主了 OK 很多人就 他们就是 所以 传福音的结果呢 就是 门徒倍增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好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 这个保罗 对 提摩太呢 是保罗的一个门徒 那后来呢 他就让提摩太 接管了保罗的教会 所以呢 保罗呢 就特别的 把责任交给提摩太 他要提摩太做什么呢 他说啊 你要把我给你的 你要传给 你要传下去 那你要传给什么样的人呢 哦 他要提摩太传的时候 还要挑 挑什么样的人呢 他要提摩太要挑那个 也能够传下去的人 换句话讲呢 这地方我们看到 这地方事实上 总共有几代 你们看一下 有几代 传来传去 传来几代 你们看一下 有保罗 对不对 保罗传给提摩太 然后呢 提摩太再传给 能够教导人的 然后呢 这个能够教导人 再传给其他人 这样子有几代 这样有四代哦 有四代 第一代是谁 保罗 保罗第二代是提摩太 对不对 保罗把他从耶稣里受的 都传给了提摩太 然后呢 提摩太 是第二代 提摩太呢 再传给 中心的人 传给中心的人 中心的人呢 就是第三代 中心的人 再传下去 这个就是第四代 所以呢 我们代门徒啊 一定要怎么样 代代相传 代代相传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我们又回到雨林了 雨林呢 他就带人信主啦 然后呢 他又去 事实上是 思琪带雨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思琪鼓励雨林 你要去传福音带人了 所以雨林呢 就带了 这个 少琪 然后少琪呢 又再去带人 那这样是不是四代啊 思琪啊 思琪跟少琪一起带雨林 雨林呢 再去带 这个 少琪 然后再带 少琪再带起来 这样就是四代 所以就是代代相传下去 这是代门徒 OK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第五题 保罗把主耶稣的门徒 比作士兵 运动员和农夫 他还告诉提摩太 只要提摩太反复思想 他的话 主便会私给他领悟力 你从保罗的这些类比中 学到了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呢 好像是当兵的 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 好像是运动员 也好像是农夫 那士兵的特色是什么呢 士兵的特色呢 就是能够吃苦 然后呢 不把俗物缠身 他不会说当兵的时候 像我儿子现在在成功里当兵 他一个礼拜只能够出来 礼拜六出来 礼拜天就回去了 所以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之间 他能不能出来说 我要去Seven买个东西吃 然后我现在出去跟我女朋友约会 不可以的 这些事情呢 他在当兵的时候 这些事情 他必须要摆下来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跟从耶稣 就像做兵的一样 那比如说像 这个少学今天讲的复兴 复兴来到的时候 哇 你们有没有听到 是天天来聚会 不是一个礼拜一次 天天来聚会 那那个时候 哇 很多人得救 那怎么办 每个人得救 你要赶快去跟进他 开始为他施洗啊 带他做门徒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就 就像当兵的一样 哇 你要一直的再去 这个 花时间去服事 然后再来运动员 运动员是怎么样 都是很 要照着规矩 像很多运动员啊 他们后来的 这个金牌 银牌被取消 为什么呢 因为发觉 他们没有照规矩 他们用了药 这个 打了一些 hormone进来 让肌肉大一点 那这样的情况 没有照规矩 那就不能够得脚牌 所以运动员 都必须按照规矩 而且呢 他们都是非常 有纪律的 一定要锻炼的 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 要有纪律 要有锻炼 那接下来呢 那农夫是什么呢 农夫呢 就是 非常的 吃苦耐劳 那 风吹雨打 都能够去 去做的 所以呢 保罗就是说啊 如果你真正的要去 服事主的话 你要像士兵 要像运动员 要像农夫一样 OK 第六题 圣经有什么益处呢 在提伯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这我们之前都有看到 圣经呢 是能够给我们提供教导 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当然这个翻译 是一百年前的翻译 可能有些人不太容易懂 换句话讲就是 圣经呢 让我们能够学到真理 也 使我们归正 就是让我们 能够纠正我们 让我们学习什么是对的 这个就是 圣经的益处 那 我觉得这个 它超重要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在寻找 什么是真理 我一直在寻找 什么是真理 因为 就是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 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 公说公用女婆 我说公用女 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 我不希望我自己的 年轻的人生是在 一开始就要错误的方向 所以我要找真理 那 后来呢 找来找去 我找了什么 我那时候是读生命科学的 要做 所以我读了自然科学 然后又去读 社会心理学 又去读人格心理学 又去读 哲学 又去读 读佛学 道学 哦 什么都学 就觉得还是很空虚 越来越迷惑 直到后来 我真正的认识了耶稣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找的那个真理 就是耶稣啊 感谢主 所以呢 圣经给我 当我在读圣经 读神学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 我在大学里面 读到研究所 读到博士班 到最后 其实 真正真理 我们生命的真理 其实是在圣经里面 这个是 非常的宝贵的 OK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OK 第七题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 真的是主的门徒呢 那就是当 约翰福音第八章 三十一节 就是当我们 住在 祂的话语里面 的时候 我们就是 祂的门徒 这什么叫 住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能够用圣经 搭一个房子吗 这叫住在 祂的话语里面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当我们的 这个地方的住 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是不是常常安定 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的心 是不是常常 以神的话语为依归 那这个呢 就是 主的门徒 很重要的就是 看重圣经 看重圣经 所以我们常常 福利地空子妹 一定要养成 每天读经的习惯 有些人就觉得 哇 我干嘛 那么样的形式 干嘛那样的制式 我不习惯 其实呢 神 要我们做的事情 都是 对我们有益处的 读经 就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第八题 耶稣把 听见祂的话 就去行的人 比做什么呢 就是把房子 盖在 磐石上的 房子 盖在 磐石上的 那我们 在买 我们这个 家的 现在这个 家的时候 那是在 因为 那我妈妈呢 听说 啊 你那个家 是在山坡上面 那 那万一 这个 滑的时候 滑落的时候 那个 那个山坡 滑落的时候 怎么办 那我们就去找仲介 仲介就开了一个 磐石证明 我妈就安心了 原来 虽然是在 山坡 但是是在 磐石上面 所以就不用担心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山坡会滑掉 OK 好 再来 耶稣 第九题 耶稣把 听见他的话 却不去行的人 你做什么呢 就是把房子 建在 沙土上面的 正在 沙土上面的 那这个 沙土 劳不劳固啊 不劳固 所以呢 如果 我们 这个 今天听了 讲道 比如说 今天听了 少先讲道 复兴 复兴就是什么 我们要悔改 要归向神 然后我们 如果听了 这样子的道以后 我们回到家里面 还是 我行我素 那这样子呢 就是听了道 没有行道 那是不是很可惜啊 那是非常可惜啊 OK 所以呢 我们继续来 往下看 那 第四十七 第三行 耶稣不仅要我们 跟随他 做他的门徒 而且 也要去 带门徒 所以呢 我们的使命 简单 就可以说 是六个字 做门徒 也带门徒 做门徒 也带门徒 事实上呢 做门徒 就一定要 带门徒 带门徒 是做门徒 里面的 一个重要 结果 OK 好 那么 我们 子天书的目的呢 也是要帮助 我们信徒 能够打下 美好 清楚的根基 第十题 耶稣以什么来呼召我们呢 就是 以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 以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 所以呢 我刚刚在为 这个少奇祷告的时候 我就 那时候我心里有个感动 就是 我觉得好像是要跟他讲说 今天少奇祷来到这里呢 不是一个偶然或者是意外 其实 神一直在 从你 出生 到现在神 其实一直在预备 一直在带领你 今天 你终于能够认识他 能够更成他 所以其实这都是 神的 神的心意 所以呢 神是用他的恩典来呼召你 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那像我们范哥 范哥今年七十几岁 那他呢 他也是这个 科技大学的老师 退休的老师 那他呢 小时候就有去教会 那 那 那后来呢 有一段时间 他就 没有去教会了 但是呢 神还是 把他 呼召回来 把他呼召回来 这都是神的恩典 不管我们 年纪是在什么时候 不管我们 是在什么 生命的阶段 其实神的呼召 神的恩典 一直在呼召我们 OK 好 那么第十一题 关于在基督里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格林多厚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心脏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当我们信靠耶稣了 我们就是心脏的人了 我刚信主的时候 开心的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因为一切都是 从新开始 我以前对自己 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有很多懊恼的地方 很多的这种自卑 但是呢 当我在信耶稣的时候 神给我一个 这么大的盼望 我在基督里面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新的心 那我们就是渴望来跟着耶稣 所以我们跟着耶稣呢 不是一个好像被人勉强的事情 这是我们是当我们真的有认识神 真的重生的时候 有一个新生命的时候呢 我们会渴望来跟着耶稣 OK 好 第一节我们到这个地方 比较长 我们可以大家来每一个人分享一下好不好 每一个人分享一分钟好不好 每一个人分享一分钟 你刚刚在目前为止 你学到什么呢 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呢 好 来 开始 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 好 让我们来现在继续第二节好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众门徒 我们看到大使命 第二节就看到众门徒要付代价的 我们知道神耶稣给我们救恩拯救我们 是白白的为我们牺牲 那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什么好行为 或者是奉献多少金钱 才能够得救 是本身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 让我们能够靠着祂的恩典 能够得救 但是呢 我们要跟从祂 要跟从到底的话呢 确实要付上一个最大的代价 就是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跟从祂 那这个地方就讲到绝对的降福 那绝对的降福就是我刚才之前所讲的 就是舍己 愿意为了神的缘故 为了圣经的道理 我们能够摆下自己 摆下自己的这个骄傲喜好或者是懒惰 来去降福于主 那神就是我们的主 祂做我们生命的宝座 所以呢我们要以祂为中心来活 这就是我们做门徒的代价 第一题耶稣说他的门徒必须做哪三件事情呢 就是第一个要舍己 第二个要背起十字架 第三个来跟从主 舍己我刚才也讲过了 背起十字架呢 其实也是说要愿意付代价 愿意受苦 然后来跟从主 来跟神学习 跟耶稣学习 第二个门徒当以怎样的程度 背起他的十字架呢 就是每一天天天的背起十字架 好 那么所以每一天呢 都会有要放下自己的时候 每一天呢 可能你的脾气要起来了 要开始骂人了 开始要去批评人了 可是呢 耶稣说不要乱断人哦 耶稣说不要轻易发怒哦 你就可以把他摆下来 那这个呢 这个是舍己 当然这个舍己是不容易 但是呢 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道去洗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自己省掉很多麻烦 是不是啊 乱发脾气跟这个劫持自己的怒气 哪一个是比较好过一点 乱发脾气呢 是暂时好像能够很爽 想发就发 但是后来呢 发脾气带来的后果 你可能没完没了 可是呢 你能够稍微控制一下 截止一下自己的怒气 却能够帮助你免掉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 那OK 好 那么 我们来看 背起十字架呢 就是 意味着愿意跟随并且顺服耶稣到底 然后第三题 耶稣把做门徒比做打仗 打仗以前要先做什么呢 就是要坐下来 要计算一下代价 就是说你打不打得赢 打不赢你就不要打 你如果没有办法 这个 来去 来去跟从神 你没有办法去 愿意付代价来跟从神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去真正的跟从主 第四题 耶稣还把做门徒比做什么呢 比做是 你在建一个楼的时候 你要计算代价 盖楼房之前呢 我们要计算代价 第五题 盖楼房之前要计算代价 那么第六题 算计花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计算代价的意思 第七题 为了跟从耶稣 你竟然付了多大代价呢 跟从耶稣 为了跟从耶稣 你付了多大代价 有些人要跟从耶稣嘛 父母亲可能会反对 在台湾 他说 你信耶稣 你受洗了 以后我死了 谁给我拿下 谁来拜我 你要让我在以后变得饿死鬼嘛 就会这样子啊 台湾人的传统信仰会有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在开始的时候 要付这个代价 但是呢 如果你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那你不愿意去跟从耶稣 最后不仅你失去救 可能呢 你也没有办法带你的家人得救 你不能够全家一起 将来到天堂 这个其实才是真正最大的损失 所以呢 我们要愿意付一点代价 其实呢 将来我们得到的是最多 OK 这个待会儿大家可以 小组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不能够办公 那会如何呢 就会被人家笑 第九题 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呢 就是不能够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 不能够舍己的人 第九题两个答案 就是不能够背十字架的人 第二个是不能够舍己的人 好 我们 我们要跟随神呢 确实要付上一切的代价 在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德国牧师 彭霍菲尔 他在做门徒的代价 这本书里面讲到说 救恩是免费的 我们可以白白的得救 救恩也是昂贵的 我们必须用医生为代价 来跟随耶稣 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 是不是矛盾啊 好像是矛盾的 但是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救恩啊 让我们能够拯救我们 其实都是 就是耶稣已经付了代价 但是呢 我们要坚持这个救恩到底啊 是我们要付的代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 所以我们 当然 你不能够只有接受 然后 接受救恩 然后不坚持到底 你不坚持到底 你还是丢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 就是 我们 好像 进天国的门票 是免费的 但是我们要 坚守在天国里面 就是我们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 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就在于 把耶稣的救恩 变成了 廉价的 恩典 好 换句话讲 我们把 耶稣 牺牲生命 定在十下 这么大的痛苦 这么大的代价 我们 轻看了他 我们 我们没有 看 没有真的了解到 这个付出来 代价有多大 没有去珍惜他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是 滥用了神的恩典 那 不愿意付代价 去跟随他 那这样子呢 就不是真正的 认识到 神的拯救 也就不能够 真正的得救 所以如果我们要 想做 主耶稣的门徒 那我们在生命中 就不能有 任何其他的东西 降临在 耶稣之上 耶稣是主 祂是我们 生命的中心 那我们要 以祂为至高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OK 好 那在这一节 大家学到什么呢 如何在生活中应用 大家也可以讨论 每个人一分钟 好 接下来 我们到第三节了 第三节找到 我们做门徒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找到代价 更深的一个代价 就是十字架 第三节 那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的十字架 跟你的十字架 一样 我发现 我曾经在菲律宾 在玛尼拉 接受宣教培训 十个月的时间 有在那边 那他们呢 到了祖国节 就有一个习俗 就是会有人呢 就是 就真的也定在十字架 因为他们天主教 所以他们就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那 天主教的 他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 也要 用 我们自己要 地十字架来赎罪 可是事实上呢 这跟 OK 好 那 可是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我们 圣经里面 却不是这样子的道理 圣经是说什么 是耶稣当了 代罪羔羊 他代替我们 你看他的身体 代替了我们 所有人的身体 其实神 他原来 并没有这样的身体 是他 成为 人的样式 然后呢 目的就是 代替 用他的身体 代替所有人的身体 所以呢 他已经代替我们 定十字架了 我们 还需不需要再被定十字架 不需要了 OK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定十字架 我们要知道 是耶稣代替我们 我们就不需要 定十字架 耶稣没有讲说 你们要跟从我 就要定十字架 跟从我 他说 背十字架 跟从我 那背呢 你看到 后来耶稣 在苦路的时候 要定十字架之前 他背那个十字架 但是他已经被鞭打 很厉害 所以他已经没有力气 在 背十字架 他倒在路上的时候 就找了一个人 叫西门 来帮他背十字架 所以呢 背十字架 跟定十字架 是不一样的 那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这个背十字架呢 就是我们跟从耶稣 愿意付代价 像耶稣一样 愿意付代价 当然呢 我们付的代价 永远比不上 耶稣为我们 所付的代价 这个是两个 不一样的地方 OK 好 那么 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那我们的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 定 而就 耶稣代替 耶稣的身体 代替我们的身体 定在十字架上 也 把这个 定罪我们的字句 也定在十字架上 也就是说 就不再定我们的 罪的意思了 好 第二个 保罗像 哥林多教会 所传讲的信息 是什么呢 在哥林多前 书二章 一到二节 只知道 耶稣基督 并 他 定十字架 所以我们传福音 最重要的 不要讲了一大堆 神爱你啦 或者是你有罪 讲了很多 结果没有讲到 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 付了多少的代价 然后呢 第三个 灭亡的人 怎样看待 十字架的道理 得救的人又如何呢 灭亡的人 看待十字架的道理 是愚拙的 他说 怎么会神 去定十字架 这算什么神啊 那都没有能力啊 很懦弱 很软弱 我干嘛还要信他 所以他会觉得 十字架呢 是愚拙的 但是对得救的人来讲 却是神的大能 哇 为什么 耶稣定十字架 是神的大能啊 十字架是被人家 屈辱 被人家 这样子硬是 剥夺生命的 被人家杀死啊 这怎么会是 神的大能呢 那这个神的大能 就是 你想想看啊 耶稣一个人 的牺牲 然后让 现在 全世界 几十亿的人 人类的历史里面 加在一起 一百亿的人 所有的人 都能够因此得救 哇 那这个是 能够救 上百亿的人 这个是不是 神的大能 这是最大的能力 其实 就是 神的救恩 很多人讲说 神的大能 他能够医治 这是神的大能 叫死人复活 是神的大能 其实神的最大的大能 是什么呢 就是拯救我们的大能 这是最大的大能 OK 好 那第四题 保罗因着什么事情夸口呢 这是以耶稣 以耶稣的十字架 来夸口 换句话讲 他不会说 因为自己 为人 医病赶鬼 为人 死里复活 来夸口 而是 为耶稣的十字架 来夸口 第五题 借着十字架 保罗的人生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就是 因着这个十字架 对他而言 世界已经 钉在十字架上 那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哇 这个有点悬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世界 对他而言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也就是呢 世界对他 已经不能够控制他 不能够影响他 通常我们 一般的人 世界会不会影响我们 我们的环境会不会影响我们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别人对我们说的话 别人 这个 对我们做的事情 会不会影响我们 会的 可是呢 保罗 他传福音 他才不是看人家喜不喜欢的 他该传他就传 所以呢 不是世界改变他 是他改变世界 好 那旧世界的论 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世界人看到保罗 就觉得 这笑 这是疯子 这个 这个 达玛同孤里的 所以呢 这个是 这个 对保罗 他的人生 产生的变化 第六题 保罗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 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个呢 也是 非常的 怎么讲 抽象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我们要用心来想想看 想想看 那我刚才所讲的 耶稣 祂的身体 是代替 你 我的身体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换句话讲 你 当祂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把你的身体也钉上去 你懂我意思吗 祂是代替 代表你 祂既然代表你 那表示 你 你的 你的身 你的那个 肉体血气 你的那个罪性 也一起被钉了 所以祂是一个 这是一个属灵的 一个意义 是一种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呢 耶稣呢 祂就是 祂用 祂特别 取了一个肉身 就是 这个 在一个肉身里面 倒成了肉身 神 成为人的样式 那就是要 代替人 被 代替人受苦 受罪 受死 所以当祂替我们 受苦 受罪 受死 那本来我们应该 受的那种刑罚 就被祂挪走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受这种刑罚了 所以这个是 福音 福音的这个内涵 是在这个地方 OK 那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就耶稣定在十字架的时候 祂是代表你定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你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了 其实你跟旁边人讲说 你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了 你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了 所以你的那个 那个罪信啊 已经不能够再控制你了 有时候你觉得那个罪信好像起来 那你就跟他讲说 你已经被定在十字架 比如说你 里面的骄傲要起来了 你可以跟神认罪 然后说 这个其实已经被定十字架了 已经跟着耶稣 被耶稣的身体定在那上面 OK 好 那我们第七题 保罗说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也是非常的深 也是一个很深刻的话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呢 我的肉体血气 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肉体血气还活着吗 没有啊 已经死了 那就不能够再挟制我了 那既然死了 那我现在活着 其实呢 就是基督给我的新生命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这就是十字架上做的事情 非常奥秘啊 所以我们想觉得 福音很简单啊 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其实福音太丰富了 福音太丰富了 整本新约都是在讲福音 福音是很丰富的 所以你要知道 当你真正了解 这个福音的意涵 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了 所以你就是照着耶稣去做 照着里面的耶稣去做 把耶稣活出来 就是刚祭祖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属灵baby 所以这个baby还很小 力量还不大 还不太明显 就好像一个小耶稣 在里面一样 但是呢 当你参加聚会啦 读经祷告啦 顺服神啦 这里面的baby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大家有点讨论时间好不好 OK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那个 继续把它讲完 然后到最后再一起讨论好了 OK 好 好 大家 这周到处得顺 好 第四节我们讲基督徒的品格 作为耶稣的门徒 祂一定会活出基督的品格 作为耶稣的门徒 应该要活出基督的品格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你已经有了新生命 你已经重生了 里面有个小基督 那你继续的培养里面的灵 培养里面的信心 用神的话语不断的喂养 里面的基督就不断的变大 然后呢就活出基督徒的品格 那第一题 比较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 第一题 神凭着祂的神能赐给我们什么呢 答案是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简单一句话就是属灵的事 祂赐给我们属灵的事 第二题 神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能够与祂的性情有份呢 什么叫做与祂的性情有份呢 就是也有也具备祂的性情 也具备祂的性情 所以做了什么事情呢 祂将祂的应许赐给我们 祂将祂的应许赐给我们 第三题 神叫我们能脱离什么呢 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神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情欲的败坏 比如说什么呢 像A片是不是情欲的败坏呀 或者是去追星啦 或者是这个 很多物质主义啦 这些呢 其实就是情欲来的败坏 那现在呢 全世界几十年来 从1960年来 有性解放的运动 那破坏了这个家庭 破坏了家庭制度 以至于很多的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从情欲来的败坏 那这些地方我简单讲一下 1960年开始 有了这个嬉皮运动 他们就要脱离一切的这种制约 以至于他们就是 就开始破坏这个婚姻制度 就开始有婚前的这个性行为啦 然后呢就是很随便 那本来呢 美国的社会是基督教的文化 所以呢 在这个婚姻家庭关系是 遵守圣经的教导的 是很守道德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嬉皮运动关系 所以呢 大家就怀疑婚姻 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我在1982年到美国的时候 发觉他们的离婚率已经到超过50%了 所以你看到从原来 这个很讲究基督文化的一个国家 确实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 整个家庭就带来很多的破碎 家庭破碎带来很多的孩子呢 就是在破碎的家庭里面成长 所以他们呢 也是怀疑婚姻 他们也是放纵情运 那 所以很多的孩子开始吸毒 开始 这个 不读 辍学 所以 其实 这年轻人都非常的痛苦 那到我们这个时代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普遍的全世界年轻人 很多都存在自杀的问题 精神疾病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 一个 一旦破坏了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 带来整个 家庭社会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 这个是你可能要警醒的事情 所以我们 这个操练境前 就能够叫我们脱离 这样子世上奇遇带来的败坏 那 真的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 教会要恢复 家庭的价值 要恢复 婚姻的圣洁 跟它的尊贵 这是非常关键的 OK 好 那我们 来看第四题 首先要怎么样 要先 首先要什么 才能够在 它的基础上建立各种美的 第一个就是信心 有了信心 我们才能够建立其他的品格 所以呢 我们是靠着信心 我们是借着信心来得救 信心是我们跟神关系的基础 信心是我们跟神关系的基础 OK 然后第五题 彼得在信心的基础上 所加的各种美德是什么呢 信心要加上德性 然后加上知识 然后加上节制 然后加上忍耐 然后加上前进 然后加上爱弟兄的心 然后再加上爱众人的心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完全 所以信心 信心后来带出最后的果子是什么呢 信心带出来最后的果子是什么 爱心 对不对 是不是爱心 然后我们的信心也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长 我们信心呢 真的是容易会后退 容易会后退 所以很重要 我们要跟有火的人在一起 跟灵里面有火的人在一起 跟有火的人在一起 我们的信心就能够一起的成长 你的火也能够喂他的火 OK 第六题 冲冲除游的几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就是让我们在认识耶稣的世上 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 简单讲呢 当我们有这些品格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更认识耶稣了 你活出耶稣的品格 你就更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子 OK 好 第七节 第七题 人若不具备这些品格会是怎么样呢 就好像是瞎眼的 眼睛瞎了 OK 第八题 努力发展这些基督徒品格的人 谁有什么应许呢 有这些品格的人就不会失脚 就是不会跌倒 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 基督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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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丰富富的进入基督的国 所以不是勉勉强强的 有很多人可能是勉勉强强的 但是我们要有这些品格 我们就不会跌倒 就会疯疯复复复的进入天国 第九题 为什么我们在患难中也应当欢喜呢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必不至于羞耻 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有了盼望就可以欢喜了 有时候可能你还在痛苦当中 还在争战当中 但是你看到未来的盼望 你就欢喜了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本来想说 读书读得好辛苦哦 准备大学考试好辛苦哦 但是看到说 在六个月以后 我就成为大学生了 心里就很开心 就有喜乐 OK 好 第十题 为什么要就是我们在试炼中 应当大喜乐呢 那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 试炼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盼望 就是经过试炼之后 好像金子 金矿被火炼过以后 就变成纯金了 我们生命经过试炼之后 我们也会成为纯金 OK 好 第十一题 忍耐到底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呢 让我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切 成全完备 毫无缺切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节 第五节 做门徒与做领袖 好 一开始就讲到了 其实呢 做门徒 就像耶稣的门徒 后来都成为领袖 都带人做主门徒 所以做门徒 一定会 做门徒的结果 一定会做领袖 一定会带人 OK 好 第一题 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吩咐他们做什么呢 这是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好 然后第二题 耶稣向他们门徒应许什么呢 就能够得人 如得鱼一样 耶稣的这些门徒呢 你的雅各约翰 刚好呢 都是渔夫 所以耶稣就用他们最贴身的语言 跟他们讲说 你来跟我的话 你就能够像你常常丰收鱼一样 你也会得到人心来归主 第三题 他们对耶稣的命令跟应许 怎么样回应呢 立刻舍罗 跟从了耶稣 立刻舍罗 跟从耶稣 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 第四题 耶稣跟门徒权柄能够做什么呢 能够赶鬼医病 赶鬼医病 然后第五题 他们用这个权柄做了什么呢 赶鬼传道医病 赶鬼传道医病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跟门徒 他们到各处做的事情 都是一样 三件事情 他不是只有讲而已 他还用医病赶鬼 来证明天国真的来了 福音不是只拿来说的 福音是用来 福音要用 传福音是要展示福音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说哇 这好消息啊 新耶稣能够领受神的爱 新耶稣能够罪得圣平 新耶稣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那他还好能够经历到 所以我们就要把神的能力 也要彰显出来 OK 好 那第六题 耶稣是否只希望门徒跟随他 并看他服事 还是希望他们既观看又学习 并照着去做呢 当然是后者 我们来看第七题 你是我参加的小组 小组长是谁呢 时间地点是什么呢 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吩咐他的门徒 应当怎么去行呢 使万民做主门徒 使万民做主门徒 我们要教导门徒是什么呢 这之前都讲过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第十题 教导人圣经知识和教导人去遵行神的命令 有什么不同呢 天差地缘 我们这个华人呢 就是看重头脑知识 其实我们好像觉得 到教会里面 也是要上很多课 所以 这是一大堆知识 可是子天书呢 并不是只有 只是知识而已 这为什么每一个节 每一个单元 后面都有应用问题 我们是要思考 有了这个知识 我要怎么去应用 OK 第十一题 耶稣向戴门徒的人 做出了什么应许呢 我们去戴门徒 主就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 在这地方做一个总结 神的最后一段 神呼召我们去跟随 也呼召我们去带领 如果两千年前 神可以使用几个渔夫 去改变世界 今天他仍然可以使用你和我 这些人来影响这个世代 就像刚才绍轩他提到的 那个伊凡 什么东西 叫什么伊凡 就是威尔斯的大夫妻 那个伊凡 他原来就是一个铁匠啊 他本来讲到我都不太会讲啊 可能你也觉得你自己不太会分享 不太会讲什么 你觉得你自己没办法做什么 但是其实关键不是在你啊 关键是圣灵在你身上 他什么事都能做到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 所以呢我们 我们就信心足足 求主给我们信心 所以神能够使用我们去带门徒 带门徒一次带一个 一次改变一个 就最后能够改变世界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 大家呢 可以继续的有一些讨论 或者是你们想一起吃吃饭 边吃饭边讨论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 谢谢